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暂时得以平息 然而在王安石西宁变法之后 宋朝的内部却再一次暗流涌动 直到宋哲宗亲政之后 这个命途多传的帝国终于又一次看到了一线曙光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公元1100年 仅仅在位15年的浙宗皇帝赵旭又突然病逝 在掌权的向太后的坚持下 端王赵旗最终登上了大宋权力的顶峰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宋辉宗 宋辉宗以其无与伦比的艺术天赋为人们所熟知 为后世留下了无数艺术的瑰宝 然而宋辉宗的执政才能 却无法与他的艺术造诣相提并论 早已千疮百孔的大宋江山 在他的手中变得更加遥遥欲坠 那么被认为处世轻挑的端王赵旗 为何得以继承皇位 此时的大宋皇朝 又面临怎样的内忧外患呢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倾情讲述系列节目 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十六集 鉴中不易 我们上一集说元父三年的真院 也就是公元1100年的年初 已经清正七年的浙宗皇帝赵旭 病逝了 那么在向太后的主持之下 立端王赵旗为帝 那么这就是著名的宋监中了 在神中诸多的儿子里头 这位端王赵旗 也就是宋监中 他排行第十一 但是由于除了刚刚去世的泽中 和被向太后否决的身亡以外 其他八个哥哥都找要 所以从胸中帝籍 这样一种建储的程序来说 亏宗应该是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但是如果不是向太后的坚持 不是向太后的力气 他的这个所谓的位置 他就不是位置 而向太后立主立端王 实际上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 是政治的因素 那么向太后他无耻 他需要在神中诸多的儿子里头 来寻找一个自己可以托付后半生的 这么一个皇子 本来这个皇子是现成的 现成谁呢 已经去世的泽中 但是即使不去世 由于政治上不同的见解 主要是对王安寺变法的不同看法 实际上已经成为政敌 泽中去世 如果把他的同母帝 也就是简王立为地 那么那又是一个泽中了 所以无论如何 向太后是不能立 这个泽中的同母帝 也就是简王 所以立挺端王 第二 他是带有感情上的因素 为什么呢 因为赵吉在年幼点的时候 他母亲去世 而向太后 他无处 没有小爱 所以这个年幼点 少年的赵吉 和向太后之间 他的关系就比较密切一些 走得更近一些 所以感情他也更深 因此向太后在立储的问题上 立挺赵吉 他是出于感情的考虑 这是第二 第三 向太后也有自己的算盘 什么算盘呢 我们就要说到刚刚去世的泽中 和简王 他们共同的母亲 是朱氏 那么 泽中做了皇帝以后 由太皇太后高氏做主 他的母亲朱氏 一切的待遇 就等同于向太后 这样一来 向太后 她是看不惯的 一个儿子做了皇帝 尚且如此 如果再一个儿子做皇帝 那自己这个太后 将置于何地 所以 从这个立场来说 也绝不可理解了 所以太后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 立挺断马 继续以后 徽宗为了感恩 也为了表示自己 对向太后的尊重 坚强向太后听证 那么向太后怎么办 向太后经过多次的推辞 最后没办法 听证了 那么向太后 听证以后 效法当年的高太后 把我们称之为保守党的 宋朝的人称之为旧党的 代表人物 请上台 这个时候代表人物是谁 韩宗燕 就是我们过去说到的 韩琪的长子 虽然这位韩宗燕 无论是从能力 无论从威望 都没办法和他的父亲 韩琪相比 更不要说 和司马光 那样所谓的众望所贵 但是在向太后的支持下 或者说 向太后通过韩宗燕 办了几件事 办了哪几件事 我们十二个字来概括 一是广伦恩 二是开盐路 三是去仪式 四是借用病 那么这十二个字 四条 都是和原有党有关的 实际上就预示着 启用原有党人 也就是 人们通常说的旧党 所谓的借用兵 实际上也是原有党人的 一贯主张 也就是说 对辽 对西夏 尽可能的不用兵 要保持一种牵纳 和妥协 那么这样一来 在少盛时期 也就是泽中清政时期 被打下去的 原来司马光的支持者 又纷纷回到了朝廷 所以当时人们都认为 这是一个好的时代 开始了 有这么一段记载 自是 忠直感言 知名自是 稍见收用 十号 小原用 为什么叫小原用 因为高太后 执政期间 司马光执政期间 那个年号叫原用 这个时候 有点像那个时代 当然 史料这样记载 一方面说明 史料的记载者 他是赞同原用的 但另外一方面 为什么叫小原用 就是远远达不到 那个时候的气口 通过多次的反复 通过反复的折腾 所谓的原用党人 包括司马光 已经去世了 包括苏氏 苏泽兄弟 死的死 老的老了 所以原有党人 已经成不了气口了 那么旧党的上台 就有一种 对新党的打击 当时最厉害的一位 新党人物 那就是张敦 张敦被贬斥 张敦贬斥以后 结任他左向地位的 就是韩宗燕 那么韩宗燕开始是右向 谁接他的右向 曾布接他的右向 曾布 自子轩 江西南风人 他是大名鼎鼎的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 曾拱的弟弟 虽然曾布的文章功夫 学习的是哥哥曾拱 但是他的仕途 却是来自当朝重臣 王安石的大力推荐 正因如此 作为王安石坚定的支持者 和新法重要的议定者 西宁变法的很多政策 都是王安石与曾布 商讨后的结果 其中就包括 争议颇多的示意法 那么 在原右党人得势情况下 作为新党代表的曾布 为何仍然可以深居要职 他又为何会对自己 亲手制定的示意法 大家指责呢 但是正如宋史所说 宗燕虽居上 他是左相 南柔弱 四多绝于布 很多事情的决策 都是由真布在决策 当然我们刚才说 旧党原有党 已经成不了气候 那么大家说这位真布 南倒不是原有吗 不是原有向太后 会用它吗 太真布式 恰恰 他曾经是新党中人 什么叫做新党 就是坚决支持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曾经跟别人 战予过真布 自义新党中的决策 始终言可行者 真布也 决不动摇 坚决认为新法可行 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真布 那么大家要问 像这样一位真布 向太后执政 他怎么可能 还得到重用 是因为在多年前 发生了一件事情 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就要说到西零七年 那场导致王安石 辞职的大案 由于天下大案 由于粮食欠修 那么每当在这个时候 往往又是各种矛盾 呈现极化的时候 所以反对派 对于王安石的新法 对于王安石本人 又发起了 重一轮的这种抨击 其中火力抨击的 非常猛烈的 是其中一个法 当然 由我们过去说到的 秦苗法 我们现在该说 另外一个法 叫四义法 这个四义法 我们顾名四义 那就是方便 市场交易的法则 那么这个法律推行以后 应该说 它取得了一些效果 但是问题也很大 而西零七年 对于这个法 提出的批评 就更多了 那么由于批评的多 神中他就要了解情况 而这个四义法 又是归 当时真部所在的衙门馆 哪个衙门 由于王安石的信任 真部做了汉林学士 兼三思史 那就是那个时代的迹象 但是推行四义法的官员 往往直接对王安石负责 而不把三思史放在野里 真部没有做三思史的时候 他们是这样 真部做了三思史 他们还是这样 所以真部心中 也有些不快 那么既然 神中皇帝下手杂 要求他调查这个事 这个真部就认真去调查 一调查有意思 发现问题了 发现什么问题 发现极端研究的两个字 哪两个字就是强制 本来商人卖货物 商人买货物 通过四义法 他是要进行调整 现在四义官强买强卖 所以真部就觉得问题严重 直接给神中打报告 提出这个法的问题 说这个问题在于 四官至为兼并 数非是以本意 他们的强买强卖 就变成了官府的这种兼并 和四义法开始的初衷 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报告递上去以后 神中就觉得严重了 因此发布手造 说朝廷说四义 本位平准与辩明 就像周官里面所说的 全府一样 在这个借贷机构 经故使中人之家实验 以理定其字 现在既然出了这么多问题 要重新对这个法律进行修订 那么真部的这一举措 特别是神龙皇帝 这个手语下来 王安石感到非常突然 什么原因 没有经过王安石 所以王安石也非常愤怒 真部实际上向王安石 向王安石为代表的一群 新法的推进者 他开火了 王安石准备收拾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收拾的时候 王安石自己打报告 免辞了 接替他的是韩将 韩将是个老实人 而参职正事是李慧卿 在跟李慧卿进行了极烈争论以后 真部被排除出去 外放到他州 但是在李慧卿下台以后 真部又整转回到了朝廷 一直到僧中去世 高太后听政 那么司马光尽费新法 那也就到了原有时代了 这个时候的真部 已经做户部尚属 那么要尽费新法 有各个部门的协同 其中一个法 叫免誉法 我们过去提到过 而这个免誉法 是由户部管 所以司马光要求真部 来议定废除免誉法 而恢复职与法的方案 按道理来说 真部真是个好机会 什么机会 投身司马光的机会 但是真部不甘 不甘的理由是什么 免誉意识 法令先细 接触棘手 落令拒之改意 亦不可为 当时的免誉法 都是我亲手制定的 现在我自己 要把它调 要另外起草一个治愈法 从道义上说不过去 所以不甘 应该说司马光也是大气的 司马光没有为这个事 给真部穿小鞋 恰的相反 真部倒因为这个事 树立了自己的形象 大家认为 他是不阿不富 既不阿富王安石 也不阿富司马光 当时也确实有这批人 他们认体而不认人 包括苏氏 苏泽兄弟 王安石推行新法 他们认为新法有毛病 他反对 那么司马光禁费新法 他认为有问题 也反对 按理来说 真部也是这种态度 向太后听证半年以后 他卸证了 然后又会议中 请证 在徽宗亲政以后的一段时间 在真部 在韩宗燕 他们的推动之下 以及在其他的官员的 这种愿望之中 形成了一股舆论 一股什么舆论呢 说原有少盛 均为有势 原有是什么 原有是一个年号 也就是泽中初起 高太后执政 司马光他们执政 那个年号叫原有 所以后来的宋朝人 把这一批人 视为原有党人 什么叫少盛 泽中 清政以后 改了个年号 意思说 自己要继承 父亲的遗志 父亲的心法 就是圣政 少是继承 所以他这个年号 叫少盛 那么到了 徽宗清政以后 很多人认为 高太后时期 那么泽中清政时期 均为有势 他们有德 也有势 有很多问题 当以大公自政 来消失蓬党 希望有大公自政的 这种气怀 这种气魄 这种胸怀 来消除所谓新党旧党 所谓正与邪 之间的这种偏见 大家同心协力 临成一股神 同心协力 来开创大宋新时代 如果能够这样 那么宋朝的历史 可能要改写 在曾布和韩忠燕的推动下 一股大公自政的风潮 弥漫在北宋的朝堂之上 这种执政思想 虽然看上去不偏不倚 在剧烈的党争中 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但在具体的执政过程中 这种大公制政的政策 却同时引起了新旧两党的不满 很多看上去不偏不倚的决策 最终却落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那么相较于立场坚定的 王安石和司马光 曾布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作为旁观者 曾布的弟弟曾兆 又会给曾布提出怎样的建议呢 应该说无论是王安石 还是司马光 虽然他们政见的不一样 以他们为代表的第一代的 那些改革家们 以及一些我们称之为 保守党的守层者们 他们是有责任性的 他们是有信仰的 他们有什么信仰 有一种为国家 为民众牟利的这种信仰 和他的责任 当然他们也有义气 他们相互斥责对方的不对 这是一种义气 但是到了第二代 到了第三代 这种责任 这种信仰 乃至这种义气 都正在消弭 那么消弭的过程中 他们所有的 是看重自己的地位 看重自己的权利 归根到底 看重自己的利益 这就是后来的张敦 后来的曾布 更不要说后来的 我们将要说到的蔡金 他们远远不如第一代 司马光 汪安石那种情怀 他们更多的是政治的地位 增自己的利益 增自己的权利 虽然大格局上 虽然说人们的舆论 都希望是大公自政 而且宋徽宗为了体现这个大公自政 准备把明年 也就是他继位以后的第二年 他用的第一个年号 改了个年号 叫做建宗靖国 所谓的建宗靖国 就是要秉持一种公正 为了这种公正 当权者要进行讨论 宋徽宗和曾布 他们也进行讨论 如何用人 如何执政 在这个时候 曾布对徽宗 发表了他的 可以说是辞政演讲 陛下欲持平用忠 破党人之论 以条于天下 俗敢以为不来 这是个总的纲领 说皇上 慎用于秦 要用大公自政之法 来调理天下 消除彭党 有谁敢说不是 但是第二 然 袁右 少胜两党 皆不可偏用 我听说 陈切文 江公望 为陛下言 这个江公望 是当时一个台阶的官员 一贯以职言组成 说江公望 曾经向徽宗进言 今日之事 左不可用 四则 又不可用金便 这个有意思了 你旧党 不可用 苏氏 苏则 新党 又不可用菜金 菜便 苏氏苏则 两兄弟 菜金再便 两兄弟 为其怀思辖愿 互相仇害 愿陛下 深思熟悉 无时此两党得志 这天下无时 为什么 江公望 为什么 曾部 特别提到 苏氏两兄弟 和蔡氏两兄弟 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 在旧党里头 原有党里头 苏氏 苏泽 两兄弟 威望最高 影响最大 所以 他们的能量 也非常大 在原封党人里头 蔡金 蔡便 这两兄弟 影响同样巨大 而且心狠手辣 所以 江公望认为 这两姓的兄弟 都不可有 实际上是指 以苏氏兄弟为代表 和以蔡氏兄弟为代表的 对一帮人 都不能有 他怕他们一来 朝廷又重新结怨 但是江公望的说法 我觉得是出于公信 而真部重申这句话 却有些自己的私意 当然也不能排除公信 他和自己的地位 也在考虑 为什么 因为如果 苏氏两兄弟 或者蔡氏两兄弟 重新出现在朝廷 那真部的地位 可能受到影响 当然我们相信 真部更认为 他们将紊乱朝纲 虽然真部 出于对 四义法的这种批评 新党对他产生成见 但是话说回来 我们也不断地提到过 王安石之所以实行新法 是因为过去的惩罚 已经难以继续 那么真部 虽然批评了四义法 但是他所推进的 仍然是王安石的新法 那么 原有时代 高太后总权 他吃的老本 实际上也是 西陵 原封时代 积了下来的本钱 所以那个时代 推行新法以来 宋朝的财政 是得到很好的改变 那么高太后去世 折中轻胜 我们看上去是责中 反他的祖母的一套做法 继续推行新法 实际上也是 时势所然 你不对听法怎么办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向太后执政 尽管用人上 是出现了一个所谓 小原有时代 但是他推行的法律 很难是新法 所以真部 他希望这个新法 继续推行下去 但是他又希望 在用人上 既不能用原用 又不能用扫生 他可以说 用人上是一个骑墙派 但是办事上 他却是推行新政 但是要推行新政 就必须理智气壮 不能继续骑墙 所以在真部 他们的推动之下 建宗靖国的年号 只用了一年 到归宗继位的第三年 就是用第二个年号 什么年号 从您 从是哪个从 崇拜的从 崇丧的从 您是哪个您 西您的您 意思就是说 现在是全力以赴的推行 从神宗以来 所推行的新法 但问题是 你既然推行新法 需要用 拥护新法的人 这样一来 真部就不自觉地 把自己 住于一个 不利的地位 为什么这样说 真部可以说是 当居者迷 他的弟弟 在外面做官 可以说是旁观者亲 他的弟弟叫曾照 曾照写信 给这开封的哥哥 真部 说虽然您 支持王二世变法 但是你和他们的情绪 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也就是说 新党中人 已经认为你不是他们的人 你现在又不断地 引进新党之人 不断地逼退 良善之辈 什么叫良善 也就是支持司马光 和支持袁佑的大臣 你把他们不断地侵退 等到新党的力量 进一步强大 等到张敦 等到蔡变 重新回到开封 你怎么办 即使他们不回开封 一个蔡金 就足以 祸害朝廷 所以希望哥哥你警惕 但是真部不以为难 说我从西陵开始 经历过袁峰 又经历过袁佑 又经历过邵盛 现在在金上时代 我之所以 能够历朝几十年 为朝廷作贡献 而不倒 就是因为不阿不富 就是因为大公自政 但是你真不自己认为 是大公自政 实际上 两边都不再讨好 以蔡变 曾敦 蔡金 唯一派的所谓的新党 认为你已经不是他们 而所谓的旧党 韩宗燕 由于受到真部的步步紧闭 甚至一度希望和蔡金联手 来收拾真部 所以这样一来 真部的促进 随着丛林年间的到来 它越来越不妙 随着曾部逐渐被边缘化 另一位人物 开始一步步进入大宋的权力中心 此人便是蔡金 在民间传说故事中 蔡金是北宋最为出名的奸臣之一 它娇奢淫逸 独断专权 大兴花石缸 在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中 也将蔡金刻画成贪官污吏的代表人物 可就是这样一位后世人 眼中大奸大恶之人 却在当时被认为是 值得依仗的国之重臣 那么 历史上的蔡金究竟为人如何 为什么在宋徽宗眼中 蔡金才是当时稳定局势的最佳人选呢 请继续收看第十六集 《见中不易》 这里出了一个插曲 出现一个什么插曲 就在真部和韩中燕 推荐徽宗用新的年号 也就是丛林年号的时候 讨论完了这个事 真部留下来 继续和徽宗讨论一幅图 一幅什么图 这幅图的名字叫 爱莫柱之图 说是图 实际上是一张表 一张什么样的表 这张表一共列了七栏 每一栏 列三列 中间是列 衙门 先列宰相 然后列执政 然后列 台监官 等等等等 一共起来 南的左边 两个字 叫少数 什么叫做少数 就是支持新法 然后右边 叫袁佑 什么叫做袁佑 袁佑当时就是 保守党的代名字 这位上 爱莫柱之图的官员 叫做邓寻武 他在少数 这边 左边 宰相这一栏 一个都没有 执政这一栏 执政是什么 参资正式 苏密斯 列了一个人 然后其他几栏 获得三个 获得五个 但是 在这个表 这个图的右边 密密麻麻 列了一百多个人 现在我们明白了 他的意思说 皇上 你想继承 你的父亲 神宗皇帝 想继承 你的兄长 泽宗皇帝 推行新法 图大宋之 亏皇 但是 能够帮你的人 太少了 那怎么办 很明显 就是希望亏宗 进一步加强 用新党 然后贬次 原有党 有意思的是 左边 还有一栏 这一栏呢 史料上没有写明白 有几个字 没有写明白是被 亏宗皇帝撕掉了 还是用墨 把它图得 看不清 真部要讨论的 就是讨论这一幅图 尤其是想问 在左边 少数栏里头 被撕掉 或者被涂抹的那一位 那个官四岁 亏宗告诉他 说 抹掉的这个人 是蔡金 意思就是说 在 但兴武力 眼镜里头 要少数 要 重赢 要继续 推行宪政 非 蔡金 莫属 但是 因为蔡金 和清 就是和你真部 那么 道不同 所以我 为了避免难堪 把它抹掉 这就提出了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 以 但兴武代表的舆论 在力推蔡金 而 徽宗皇帝的心中 主义的 也不再是真部 而是蔡金了 那么大家要说 我们都知道 蔡金是 祝乐民的建成 宋朝的灭亡 就和他有关系 那么那个时候 怎么能够说是 众望所归 人 是有个变化过程的 苏氏 苏泽兄弟 和蔡金 蔡辩兄弟 在当时 都是 那么关注的人物 苏氏两兄弟 同一年中进士 蔡金两兄弟 也是同一年中进士 苏氏两兄弟 是我们现在 在四村 没三人 那么 蔡金两兄弟 是现在福建 普天的先友人 两兄弟只差一岁多 当时 大家都非常瞩目 而且 蔡寺两兄弟 就在 王安寺变法的期间 双双考中进士 西林三年 他们是 王安寺变法的 坚决地支持者 弟弟蔡辩 更了得 王安寺看重他 还把女儿 嫁给他 所以蔡辩 又是王安寺的 女婿 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 大家都知道 最后宋朝的灭亡 蔡金 是需要承担 很重大的责任 但是一个 广朝的过去 它固然有人为的因素 也有许多突发的因素 那么宋朝的灭亡 它具有哪些 突发的因素在里头 我们下一次再说 谢谢